人數成功 各位弟兄姊妹請安 非常 先要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母親 母親節快樂 那今天這份角色這個題目呢 是因為我剛來不久的時候 我請教王康片校長夫人陳吉祥老師 我說在婦女會會長的這個 位置上面你有什麼樣的建議 或者是請起 他想了一下他说你要记得这是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你要怎么样扮演呢 要想一想 所以呢我就觉得可能我今天可以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角色来分享神在我自己 还有我们家身上的一些代理 那因为今天是母亲节继承到角色 所以我可能会花多一点的时间 所以我们家继承的房子 60多年前我的母亲绿玉我生产 然后呢我就成为我们家的第一个女儿 也是长孙女 所以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角色 那后来过了一年半之后呢 我有两个妹妹 所以这是我第二个角色 我是当了姐姐 总共有两个妹妹一个第一 那在家里面她们都叫我大姐 甚至我妈妈现在都还叫我大姐 所以我觉得你跟叫大姐挺神气的好 那在成长的一点日里面 其实父母亲常常都 期望我们能够做定点日文的好榜样 那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期许 那我自己其实很有意识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是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 跟我的一个好朋友 跑到台北市新生难过的魏林团 有人知道那个地方吗 那一次呢她说 诶我们去考魏林园中 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魏林团 魏林园中 然后我听她说 那是一个助校的助校 哇助校 我听到助校这两个字就是眼睛又亮起来 因为我就想起电影里面去教的生活 都是打枕头战啊 挑逼导弹啊 很好玩 好像不用做功课 我印象里面是这样吧 所以我就跟她一起去考 就没想到呢 我这个好朋友在新生训练的时候 他就说 哦我受不了这里的生活 我要回家了 所以她新生训练还没有结束 她就回家了 可是我们就留下来了 没想到三年之后 我因为舍不得离开门 又继续留下来只剩包桌 又留了三年 所以她会称这种人叫老魏林 就是分边多给五九第一次号 可是也因为这样我们会有机会 在学校里听到福音 知道有人会爱我的上帝 他让耶稣成为人的养师 来到世界 而且为了我们 她定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十一步 然后每一个愿意接受她的人 她就与她同在 哇每次听到这好消息 就举手说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绝制 你应该绝制好几次好 因为我真的就觉得 这是这么好的消息 可是每次要去叫我 去全家步道班 什么基要生理班 或者是什么课程 我就说昂时 我要念书 就好得愿愿了 所以其实我就这样拖了我六年 一直到高中要毕业的时候 不然心里就觉得很恐慌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外面烤过吃嘛 对不对 就是指生嘛 而且那个时候呢 大学联考评组 就是现在三类组的入宿率 都只有百分之十几 所以我心里很清楚的 给全导告说 上帝啊 会知道上榜就好了 因为我真的觉得 我对自己很没有信心 就没想到呢 放榜的时候 我过去了中原理工学院的心理系 那真的是超过我原来想 没有想掉到车尾就好 结果呢 我想起来真又是一所教会学校 而且是唯一我填的志愿人意 需要离开家去住校的学校 是这时候我就想起来 我曾经很清楚做的那个祷告 是求上帝带领我 那我想哇 既然他带领我 又要离开家 又是一个教会学校 可能他的意思就是叫我 不要再好 好好的来认识那个姓名 所以我从还没有开学 就去学校参加他们的退学会 然后呢 逐步的参加木道班 基耀真理班 团器小组 都是很认真的 什么都参加了 那在大一下的时候呢 真的很清楚知道自己心的是什么 然后就寓意 受洗 然后受洗 信主婚如主 诛 受洗之后 我常常觉得心里面有一种好多的那种爱要 很满出来的那种感觉 常常觉得走在路上看到谁都好像 有那个爱的感觉 我真的觉得很奇妙 那信主多年之后 我也發現自己的性格 自己的一些志趣 價值觀都用很大的改變 對不起 從小我其實是一個很愛競爭 愛比較的人 我信主多年後我發現 我後來又不是很比較 那以前呢我是一個 很固執甚至是 你玩不平的人 可是越長大成熟 我就知道要有台性 那小學的時候 甚至國中的時候 我還希望我可以成為 中華民國第一位女大法官 那時候我真的是覺得 我好像念法律 公民會被罪 可是後來呢 神真的是改變我的心 讓我越來越不喜歡去判斷別人的事情 而做了一個 比較不批判的製造經理師 然後以前 那常常是想要爭奪第一名的老大 可是後來呢 比較是做一個幕後工作的人 覺得很多事情都可以讓給別人 那我覺得 如果不是上帝在我身上的 這樣子的一個作風 靠我自己能不能也沒有辦法 做到這樣的改變 隨著我的角色 生命越來越成熟 我也成為妻子和母親 那回想這三十多年來 我真的很感謝一些走在我前面的 特別有三位女親我要特別感謝 一個是生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是一位非常 簡粗的女生 她甚至當選過十大簡粗母親 年齡 所以她是一個很簡粗的職業婦女 可是她回到家裡之後呢 就是全新的照顧家人 記得我有一次 因為看完摔破了這個手肘這個地方 骨頭都露出來了 真的非常的痛 那頭幾天呢 真的是要靠止痛藥 才能夠度過 那媽媽因為每天都要上班 可是我真的很感動的就是 她每四個小時就來叫我吃藥 因為那真的是痛得不了了 那在那個當中 我們真的是真實感受到 我們親對孩子的那個愛 是如此的貼欠你的需要 那另外呢 也從這個痛的當中 也會到耶穌為我們 提露開戰的那樣子的疑痛 那我每次生孩子的時候 我們母親都會 台主萬能 然後坐飛機到美國來看 為我坐月子 真的很感謝 母親她的膽識 跟認真做好每件事情的精神 是我臨敬佩 也給我很好的一個工作的人範 第二位是我的屬靈的母親 秋青太師母 一族君女士 她是在我大三大四的時候 她擔任我們前面小組的父老 讓她幫助我 在個性上 有一個更加的自我肯定 幫助我對神的信心和堅定 常常還著盼望 勇於嘗試心的事情 而且積極付出行動 她也讓我感受到她 很有創意的玩心方式 我記得有一次我還在床上睡覺 就感覺到一個熱熱的東西在我臉上 原來是她用一個水煮蛋 然後來叫我起床 然後覺得好感動喔 那她在哪裡她都會想到 寫的信或者寫法 真的是非常的感動她 第三位是我的婆婆 黃童秀女士 她是一個非常充沛的人 我記得她說她光是這樣子看 看人家打毛線 她這樣子看她就會 是連手這樣扒著我 這樣子打我都不會的人 所以我覺得她真的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覺得很多事情都非常的快 那可是呢她是這麼聰明 她並不會搶出頭 可是成全她的先生和孩子們 把她自己當在後面 為家庭為家人 精心、絕力、老婆 記得她自己是非常的節省 可是她如果看到有客人來 親友來 就是非常慷慨的 把她所有的好東西都送給她們 可以認識她的人 都不懷念她 還有一些在教會裡面 連帳門前面 常常給我一些智慧的面目和幫助 記得有問美國教會的長老太太 在我生完老二的時候 到家裡面來看她 她就說 你知道嗎 孩子只有在一歲以內的時候 是全然需要媽媽的照顧 才能夠成長 你就把你的心安定下來 全心全力照顧她就好 哇 她的話讓我真的是有一個 好像吃了一個安定季的感覺 就好像那個船把毛拋老了之後 你的心就不會晃來晃去 所以我就真的是能夠安心的 在家裡面照顧孩子 看到這個照顧孩子就是我當下 最重要的使命跟你的認識 你將能夠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的時間 也有一些學幼教的姐妹 都教導我怎麼樣幫助孩子 在你的階段裡面 讓他們可以自己摸屬學習 而不可以操縱或是管他們 還有怎麼處理孩子之間的分爭 回頭來看我發現 我也到了年長的夫人 也要叫她 理清婦人的階段 我也發現這些養兒育女的經驗 其實對一些新手媽媽 那都是蠻有夢的一些幫助 他們可以有一個穩定的心 也有安全感 那我們自己的孩子也 三十三 三十二十九歲 那去年因為小女人結婚 我也當了院子 我要感謝我自己的孩子 你在這麼多年的期間 非常包容我這個媽媽 我後來才照顧 對我有很多的不滿意 可是呢 在他們還在家的時候 我跟我說 我真的覺得他們對我相當的包容 雖然每個孩子都經過一些意外 或者是急診室的那種時候 所以我真的感謝主 一切都平安 那我覺得從最早的女兒 孫女 姐姐 一直到現在 不常有女兒角色的變化 真的都很感謝主的幫助 那在專業方面呢 其實我一進心理系的時候 就有人來警告了 說你心理學的人 我都是忍於神的 可是我自己的認識是 我越知道神創造的奇妙可危的時候 我就越知道靠人 真的不能做什麼 很多事情真的是靠事 才能做的 那大陸的時候 因為修輔導文明 所以開始接觸到 智商輔導的這個領域 那 那我記得在那個 胡大三的時候 要去實習 那個時候我是在台北的 張老師那邊實習 有一次呢 就是第一次訓練完 第一次訓練完 要開始 就是一個人要值班的時候 就是在電話間 其實有點緊張 只是那時候 我看到那個書架上面 有一個人機電費的升級 再打開來一看 就是真言三章五六集 你可以一起來看一下 真言三章五六集 在教會聖經時就約的七百七十頁 好 讓我們一起來聽聽 你要真心仰賴一點的話 不可依靠自己的聖靈 在你們這些所持的聖靈下 都要認定他 讓我們一起去你 和我們 聽聽聽經文其實是大家都 有時候能講的 也是在那個要請的方向 他是給我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平安跟提醒 讓我知道不是靠我自己能做輔導 是在你一次接觸案的時候 不要仰賴神 是因為他 替我同在 賜給我智慧 還有當初的話 讓我能夠成為你的法律 那有好一陣子 因為真的覺得自己 你學法智慧 你需要智慧 你需要智慧 所以我每天都讀真言 那也從這當中 學到很多法律的文化 了解人的心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作法 所以真言四章二十三節 也成為我最愛的一個經驗 你可以往後翻 我們一起看一下 在七百七十二頁 請 你要保守你心 胜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佛教是由心懷住 在很多年之前 在大家的小主察經 達到比賽亞所五十章第四節 有一段文字就好像獨雕 突然這樣子跳出來一樣 成為我的一個護照 一個脫離 就是 比賽亞所五十章第四節 請大家可以向後翻 在八百六十二頁 比賽亞所五十章第四節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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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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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樣的建議 但是我自己知道 我是要每天被神移行 要聽像受教者 要聽我的老師 我的智慧者 有什麼樣的大要報復 然後呢 從這些當幫助幫助的人 所以有的時候我會騙情況 會講聖經的比喻 或者是故事給我的歌愛聽 那你知道嗎 通常他們知道的感應就是說 那好有智慧喔 就告訴他們說 這個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是聖經理念 或者是耶穌說的理由 或是故事 那記得有一點生日的時候呢 我心願 有許的一個願望就是 希望我的每一個個案 都能夠信徒 所以我知道 有個案信徒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這是神回應你的這個祷告 那我相信這也是合理 我相信心理人的願望 因為神願意萬能的 就不願意地我成為 那在經歷方面呢 雖然看我受洗 到現在已經四十多年了 好 你也是有受 有些特別的經歷 讓我越來越認識 我們所信號的 真的是一位 又真又可惜 在孩子還小的時候 老大一年級的五次 放學回家 他跟他的好朋友 一起要穿越馬路 結果呢 沒有看到那個 機車層那邊過來 所以兩個人都被撞到 那他被撞的時候呢 就臉向下 碰 撞到地上 結果呢 兩個人也沒牙 那個金泛波的油 就直直掉下來 哇 等我接到通知 到醫務室的時候呢 看他滿口的濕血 然後咬著一個沙骨 緊緊的樣子 我跟他說 姐姐 他吃嗎 噢噢 我不看那種熱壁 是讓我感到摳 不堅持了一摳 然後他就 把那顆牙齒交給人 他就不知道另外一個在哪 我就想起來 曾經在成長的牙科的走達 看到一個衛教的海報 就講到說 可以持牙 就是把牙齒種回去 就你自己的牙齒 受傷是可以種回去 所以我就趕緊跟他去 神明星庭院執政 牙醫師就說 你趕快回去 找另外一顆牙齒 他我會 我們會好好的幫忙他 救他的牙齒 趕快回去找那顆牙齒 免得因為那個牙齒 你擁開身體太久 會乾或者是 會阻塞會壞死 哇 我聽他講 我心想 天啊 你去哪裡找 那麼小的一顆牙齒啊 而且醫生叫我說 要再出事點 就是他被撞的那個點 方圓50 100 在這200公尺的 範圍內去找 聽他說有可能會被 車子碰到 或者是飛到別的地方去 哇 我覺得我真的是全身發白 一路倒到 一路開車回去 覺得我好像是盡人事 因為怎麼可能找得到呢 而且那個時候在下雨 那個又是一個人車來 我給跑了 我真的覺得 他就找不到吧 就下車之後呢 我就邊倒到 邊看著那個 雨水哗啦哗啦的馬路 他還是有一點石坡的一道馬路 就心裡一直想 主啊你要幫助 你要幫助 就一直在那邊看 有一片水就亮亮的 在我裡面一看 原來是馬路上一個破洞 就是卡了一個 好像有個白白的東西在裡面 我就伸手下去 哇 居然是那顆牙齒 我真的是有點不敢相信 可是就趕快 因為時間很重要 就趕快拿起來 跑到醫院去交給醫生 幾個小時之後呢 醫生跟我說 你後來找到了那顆牙齒 比原來的要好很多 因為他是靠那個乾淨的水裡 一直沖一直沖一直沖 那更感謝主的是 我們家老大牙齒 兩顆都被救回來 而且你看他小一的時候嘛 一直用到他考大學群到的時候 所以其實是超過醫生 原來預計的那個綿線 我覺得這更是一個 很奇特的經驗 那另一個比較靠近 現在人的經驗 是2015年的周末 我在家裡面看到 基電會送的中英文 攝影機 有一個地方很明顯的 它的標準 中文跟英文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想 應該讓他們知道吧 不然一直都錯文 所以我就想寫信告訴他們 讓他們以後再版的時候 可以更正過來 所以我就翻來翻去 再找那個聯絡方式 後來看到是 聖經公會幫他們預明 所以我就上午去查 聖經公會的1秒 然後寫信跟他們說 這樣的一個情況 等我把信 刪出去後 螢幕上跳出來一個 聖地之旅 而且日期是暑假 哇 哇 我覺得我好像中了 測獎一樣 因為以前一直跟先生說 我很想去聖地旅行 他都說 他們的日期都不是 海區家 那我們海區家 比較保密 所以我就發現 這個是合理 他所派出來的條件 我就很開心的去跟他說 他說你去看一下 打拼多一點點蘇貝學堂 然後我們再看看 就我知道 那個聖經公會主辦的 然後呢 還有華神的老師 洪琴聽說 就是啊 問了以後 他的價錢 實在是很不平的 就在想 可能 美夢要泡湯 那實在很貴 自己都覺得很貴 然後過了幾天呢 聽到先生說 忽然 這個當中我們結婚 35週年的紀念 呃 禮物好了 哇 好高興喔 而且那個暑假的時間點 正好是 他60歲跟我 將60歲的中間點 所以我們兩個就很高興 幫你們參加 在以色列列約旦的 這十幾天的旅行當中呢 每天早上出發之前 在車上 就是由華神的國威華老師 在我們默想聖經 詩貼 然後有一段祷告 每天都經歷了 有些地方 就是聖經上面 看到了這些地方 心裡真的是非常 這樣的飽足 那有一天呢 我們要到馬可口去參觀 我是沒有注意到地上 因為不在看上面的東西 等到我發覺的時候 是有一道門 推出去 下面就是開階 根本沒時間反應 就是一開門 就是已經是開階了 所以我就直接跳下去 大概有五六層那個 樓梯那麼高 所以當我著地的時候 旁邊的團員都嚇一跳 因為我們現在年長 好 所以他們就這樣 那麼有笑 那麼有笑 還好 還好 因為我們自己都覺得 我這個四肢不是很鮮少的人 你這樣一摔口 可能是蠻嚴重的 真的還好 真的還好 那更好的呢 是吃過飯之後 我們的行程是去西西加水道 西西加水道的水是冰的 所以差不多有八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腳整個是泡在那個冰水裡面 到現在這個腳步都還好 都沒怎麼樣 我真的覺得是上帝的保守 因為我後來 跟一些地主體面分享的時候 他們有的人 兩階的台階 或者一階 一階的台階 踏通或什麼 都可能摔得很嚴重 所以真的是 可能上帝的保守和陰地 那另外呢 在約代女神的時候 我們的車子 所走的面貓公路 導遊說是聖經上面說的廣道 所以我就一直在那邊 睜著眼睛看 都捨不得睡覺 就一直在那邊看 希望能看到 Pingsway的那個牌子 結果呢 真的沒有看到 而且用手機拍下來 這張照片 是我全部這張旅行當中 最寶貴的一張照片 因為全團都在睡覺 只有我拍到 其實我真的覺得好開心 好像這個旅行 真的是有許多的心願 被你滿意的眼睛 那也感謝你讓聖經 去製成我們人生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女神盃 因為我們女星回來不久 就接到 以亮青老師的音量 說都還在爭取笑腳 然後請貓經 要認真的考慮 祷告尋求 我想很多人在覺得 我們今天其實 比我有更深 那我今天在這邊分享 是願意見的這些 讓大家知道 神在我們家 有帶領的女神 知道我們人生的 每一步步 每個角色 都有住奇妙攤 才可以遇到 而我今天其實更深刻的 感覺到 我們最重要的角色 其實就是神的兒女 是他那一點重要的見證 要跟別人分享這個福音 真的有些好處 那也願將一切的榮耀 都歸給神 更願意 如果你能夠因為認識神 而得到滿足的十個 最深的土難 好不好我們一起祷告 謝謝神的福音 神父上獨 謝謝祢 不照我們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謝謝祢賜給我們的母親 來照顧養育我們 謝謝祢 讓我們有機會聽聞福音 願意接受耶穌 成為我們的生命的主 成為我們的救主 讓我們能夠成為祢的兒女 也謝謝你給我們機會去向人宣揚你的恩典 讓我們有這個如明大使命的這樣子的一個傳承 求主也賜福在座的每一位 讓我們更多明白你在我們對人身上的一招多負 讓我們能夠活出所給我們的命定 一同活出一個教會給這所所效的命定 謝謝主對將一切的同樣送贊 愛戴感謝都歸給你 後面說的你祷告 Amen